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昨天我们带您关注了川普收要加3000亿美元的关税的问题 那么随后中国大陆的股市开盘 股市就大跌了1.68% 很多国内民众都还不知道说为什么股市会这样的大跌 主要是因为在国内川普加税的消息 还处于封锁状态 财经新闻都不敢报道川普加税 只能说受外围市场下跌影响 那与此同时象征权贵资本的像热钱之类的 却流出了数十亿元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股民 因为信息不对称 又一次被中共权贵割了韭菜 那么至今中方对于川普加3000亿美元关税的事情 还没有评论文章出现 外界认为或许是中国大陆方面希望封锁消息 不希望引起国内的动荡 但是在贸易战的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贸易战背景下 除了昨天我们和大家提到的中国经济下滑的消息之外 最近又有新的消息传出 说富士康准备出售位于广州的一个面板厂 售价是88亿美元 而思科宣布裁撤上海的所有员工 除了中国的经济方面 在政治方面 最近香港的反送中事件又出现了4万公务员抗议的集会 在8月2日晚上7点到9点 香港的4万公务员在中环的遮打公园发起集会 主题是公仆同仁与民同行 意思是说虽然他们是公务员 但是作为香港的个体 他们也和民众站在一起 当天天上是下着大雨 人们撑着伞挤满了公园 公务员们提出了五大诉求 包括支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撤销对所有抗争者的控罪 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等等 集会在当天晚上9点钟结束 活动上有多位香港的政界 和其他各界人士上台发言 分享对于反修订条例事件的看法 包括现任的公务员 还有前政务司司长陈芳安生 以及前立法会议员吴矮一 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 王永平等等 这些高官他们也都轮番的上台发言 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那么发起人之一 顾武周他表示说 公务员脱下制服都是香港人 不代表不能够就香港议题 发表自己的声音 他强调说 集会只代表个人身份 不代表其所属的部门 而且集会都是在下班时候举行 不影响工作 此前香港政府发言人 曾经发表所谓的严正声明 说特区的政府绝对不能够接受 任何冲击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的行为 就是说公务员应该保持中立 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表示 政治中立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又说 现场的公务员不需要恐惧 因为大家都是合情合理 合法的以个人身份来表达诉求 香港律师团体法政会议司的李安然 他表示说 年轻人冒着被指控暴动罪的危险 去参加反送中游行 说那些年轻人面对着超乎想象的 可能发生的暴力 他们没有资源 而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自己的身体 用血汗去走到前线 表达心声和诉求 希望大家能够和年轻人站在一起 一路同行 那他提到的暴动罪呢 是说在7月31号 香港法院以暴动罪的指控 开庭审理了44名 涉嫌参与抗议游行的人士 这个44名当中 很多都是学生 还有一位只是16岁的少女 而这些人大多数都获准保释的条件 交了1000港元 也就是128美元 这样的保释金也就释放了 虽然这次事件发生 是香港的首例 但是也阻挡不了香港人 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脚步 反而有更多的香港人 加入到抗议活动当中 目前反送中的运动是遍地开花 各行各业都有人站出来 发生抗议 前段时间我们提到说 香港的航空业职员 在香港机场抗议 随后香港的金融界人士 8月1号在中环的遮打公园 也进行集会 它的主题是说 自由不保 资金走老 也就是说 如果香港在逐渐失去 自由和民主的情况下 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资金 从香港撤离 那时候香港人的生活 工作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也都纷纷站出来 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当天是有数千名金融界的人士 到达现场 挤满了这大花园 人们呼吁说 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以及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等口号 要求政府要回应民众的五大诉求 并且希望能够自己站出来 让年轻人的努力不会白费 除了金融界的人士 8月2号 香港医护界的人士 也在中环发起了集会 他们抗议政府 迟迟不回应港人的五大诉求 以及警察制造的白色恐怖 他们说有抗议人士 参加反送中游行 受伤之后 因为怕受到警察的搜捕 都不敢去就医 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而目前香港各界人士的抗议 得到了国际声援 8月1号 美国好几位联邦参众议员 他们提出了一封信函 督促总统川普发表声明 说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权 危及美国公民在香港的安全 中共一直说 香港的治理是中国的内政 不允许别人干涉 但是信函当中说 说香港的治理不是中国的内政 中共必须完全遵守 1984年中央联合声明的条款和精神 因为这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确保香港获得大陆没有的法律自治 如果香港的自治权进一步受到侵蚀 那么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威胁 在国际关注和民众 不断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之下 香港每周都在爆发 各行各业的抗议集会游行活动 在这个周末8月3号和4号 在香港的旺角江军澳和港岛西 还有大游行活动 在下周一8月5号 还有全港的罢工罢市罢课的活动 那么在经济上 美中贸易战骤然升级 那么在政治上 香港局势一触即发的时候 中国的时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也为您保持持续的关注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